我觉得阿姨现在的精神状态不太好 我觉得应该吃点药 因为这段时间嘛 比较唠叨 精神方面我觉得有些问题 你咋说我能经验她有问题呢 我压根我就是看不惯你 知道吗 我都是因为你 我还要才离家出走 视频当中说自己准婆婆 有神经病的女孩叫王峰 准婆婆月月到底做了什么事 让自己还没过门的儿媳这么说她呢 阿姨对你怎么样 如果要是好的话也不能走对吧 我觉得我在他们家的这四个月来 真的崩溃了 你家里人知道你跟阿姨闹这么大的冲突吗 不知道 如果知道的话 我妈妈肯定接受不了 父亲对这个事有意义吗 我父亲现在在国外 我也有两年多没看到他 月月在家里经常 有时没事找王峰的麻烦 并经常在言语行动中 对王峰进行辱骂 丝毫不顾及儿子的阻拦 所以经过四个月的婆媳相处下来 这才出现了视频当中的那一幕 然而丈夫刘大山 却和月月的态度截然相反 月月的丈夫刘大山觉得自己这个儿媳挺好 并表示就是月月总是唠叨嫌弃儿媳 所以最后导致了鸡飞蛋挡 媳妇走了 儿子也跟着一起走了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麻烦各位图宝们帮图图长按三秒点赞 给图图来一个霸气的鼓励 感谢各位图宝们了 虽然刘重和王峰两人还没有领结婚者 但是两人早已在北京 就一起同居过起了两人的小日子 只是因为月月看不上王峰 觉得王峰无论什么地方都配不上自己的儿子 所以两人才迟迟没有结婚 而忍受不了月月整日里的没事找事 最后任无客人的王峰决定搬出来住 于是刘重便带着王峰直接去了北京 那么问题来了 月月又是为什么不喜欢王峰 两人又是因为什么李家出走的呢 我们来听听刘大山的解释 当天事情咋的事呢 就我儿媳妇过生日 他妈呢那天忙了半天做的那个饭啥菜啥的 到坐手里呢给他给他俩打电话呢 人家告诉了说晚上不回来 人家外边朋友请吃饭 完了之后我一气之下 我也晚上饭我们都没有吃 九点多了这俩孩子才回来 我就说什么意思呢 你要是不回来 你早告诉我医生 何必忙了半天 第二天早上这孩子梳头 梳头整一地头发 我就说 我说方啊 把第一个头发剪一剪 你看哪有你这样的孩子 一天就知道祸祸也不知道手势 在我这唠叨的情况下 孩子就走了 对于王芳过生日的这件事情 月月心里本就非常的气愤 本来就打心眼里看不上王芳的月月 因为这一档子是 更是看王芳不顺眼了 所以积压已久的怨气 王芳最终委屈的选择离开 但是月月的这一做法 却引起了丈夫极大的不满 可是面对刘大山的责备 月月依旧一副蛮横不讲理的态度 实际上就是他事儿多 你这小孩你不明白这事情 你可以告诉你 他一天老说我事情多 这孩子来到人家待了四个月 他管过什么 你看不见吗你 替我干什么他替我 你说话吧 别那么激动 我晚上回来 还得我自己做饭 他管过什么 你这妈 你有事情 他不懂的地方 你可以教 孤大了还不懂啊 二十多岁了孩子 还不懂吗 你儿子干家务吗 不干 我说孩子事情嘛 大人嘛 尽量别管 只要孩子统一就完事 你说那话就不对劲了 你说那种话 就不喜欢这女孩 就不喜欢这女孩 在月月心里就认为 王峰不帮自己干活 做家务就是不对 虽然儿子在家 什么都不干 一点事都没有 月月就觉得这是理所应当 就只是单单针对王峰 并且月月态度强硬的表示 就是不喜欢王峰 那么面对准婆婆的刁难 王峰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我觉得阿姨 现在的精神状态不太好 我觉得应该吃点药 因为这段时间嘛 比较唠叨 精神方面 我觉得有些问题 你咋说我能经验她 有问题呢 我压根我就是看 看不惯你 知道吗 我都是因为你 我孩子才离家出走 事实上这一切的发生 都是因为月月 不喜欢王峰 故意刁难她 这对小情侣 在这之前 两人的感情非常的好 然而现在因为月月 在中间掺和 两人现在也是经常 吵吵闹闹 王峰之言跟月月 在一起生活的 这四个月的时间里 自己的精神 简直都快要崩溃了 那么既然两人 还没有结婚 王峰怎么就搬到 刘崇家里一起住了呢 之前呢 我们两个 我和我男朋友 在北京生活 然后他的妈妈嘛 说距离太远了 就特别小孩子 我男朋友之前是摄影师 就因为这个事 然后回到家 然后找了 一份司机的工作嘛 对于我男朋友来说 也挺委屈的 原本王峰和刘崇 两人在北京 都有各自不错的工作 在月月的再三催促之下 王峰和刘崇辞 回到老家 待在了父母身边 但是由于王峰的父亲 长期在国外工作 父母是聚少 离多不能陪在王峰身边 就这一点 月月就嫌弃 她家庭背景不好 我父亲现在在国外 我也有两年多 没看到她 这个女孩还有一点 家庭背景不那么好 单身家庭的孩子 我不是单亲家庭 那你一个人 你母亲带着你 你爸爸经常 常年在外头 那不算单亲 算人吗 我爸爸和妈妈的感情 非常好 你攻击我可以 但是你不要说 我爸爸妈妈 各位图宝面对这样的婆婆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图图在评论区等着你们 王峰听到月月 说出这些话之后 非常的生气 不光这样 月月还嫌弃 王峰不会做家务 说将来两人结婚之后 不能好好的照顾她儿子 但是自从两人在一起之后 王峰也做出了很大的改变 然而刘崇也觉得 自己的女朋友 在家里受到了莫大的委屈 其实王峰家里也是独生女 在家里的时候 妈妈也是整天当宝贝一样的宠着 更是没让王峰干过一点家务活 所以王峰根本就不知道 冷冻鸡排需要解冻之后才能下游涨 所以才导致了王峰手臂被烫伤 然而月月发现了 王峰手臂被烫伤之后 她不仅没有关心王峰的伤势如何 反而责备起了王峰 说她连这一点小事都做不好 这让王峰感觉到非常的委屈 最关键的是 在家里王峰还不能指使刘崇 做任何事 就是有一次吧 我刚下班回家特别特别累 然后身体也不舒服 然后我就让我男朋友 帮我倒一盆洗胶水 他的妈妈就知道了嘛 实际上就在我们房间外面就说 啊我怎么大小姐啊 怎么怎么的 我男朋友直接来给我洗脚 他妈妈连门都没有敲 直接就进来来送他 他肯定在外面偷听了 对吧 我们听听 你们听听 他让我儿子给他洗脚 然后他不乖我儿子这么做 我看不乖 王峰表示两人相互给对方洗脚 这都是两人之间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两人之间做的事情都是相互的 自己也为刘虫做过很多事情 但是在月月看来 这就是儿子受到了欺误 一直在旁边默不作声的刘大山 实在看不过去月月这么胡搅蛮缠 于是便接口说道 我媳妇有个地方 太事儿太多 太能唠叨 他们好你跟他们去逛 咱就说别的 就我家孩子 比如说他逛的啥程度 半夜一两点钟 比如说玩完电脑 饿了 喊他妈医生 妈我饿了 他们就得起来就做饭去 马上你就吃啥 马上你就给整 那就逛孩子 那就爱孩子 那就爱孩子 那就退过头 刘大山表示月 实在太宁爱刘虫了 刘虫无论什么时间段 只要他喊一声饿了 月月都会起床去给刘虫做饭 在月月眼里不觉得这是惯着孩子 只是月月的这份爱实在是太过头了 王芳和刘虫从家里搬出去之后 两人就直接搬回到了北京 两人之前住的地方 由于两人都不会做饭 所以平时两人一般就只吃一些方便面之类的东西 即便是这样 王芳都不愿意回到那个家里 并且月月打心眼里看不上王芳 并表示找儿媳妇 必须要找一个像他一样的 那么两人的关系 究竟差到了什么程度了 听到这里的图雷忍不住要插嘴了 图雷说月月就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你其实已经非常的幸福了 无论你做了多么过火的事情 家里所有的人都能一直帮忍让着你 这个妈妈其实你很幸福 无论你多么骄傲跋扈 家里的人其实都让着你 你遇到一个好丈夫 不会跟你去计较 你碰的一个还算是孝顺 同时有点软弱的儿子 不会去顶撞 你还碰的一个 虽然不会做家伙 但其实挺善良的一个女孩 这三个人当中 但凡有一个人稍微厉害一点 你这日子就不好过 月月心疼自己的儿子 这是人之常情 有哪个母亲不心疼自己孩子的呢 王芳也是被自己的父母疼爱大的 如果让王芳的母亲 知道这些事情之后 相信王芳的母亲 也会非常心疼自己女儿的 来到节目现场这么长时间 月月一直对丈夫刘大山 小张跋扈蛮横不讲理 没有表现出一点温柔善良的样子 然而她却要求王芳对待刘宠 必须温柔体贴 这一行为让图雷实在是很难理解 你要求人家的女孩 对你的儿子温柔体贴 我怎么没看到 你对你丈夫有半点温柔体贴 有关你没看见 我没看见 是我现在看到的 就是你当着大家伙的面 你对你老公都交往跋扈 你还怎么跟你的媳妇做表出来的 你现在不是一个婆婆 跟这个媳妇之间的问题 你是一个做母亲的一个问题 你但凡不是你的儿媳妇 就是邻居家的孩子 父母不在国内 寄放在你家里面 到你们家生活 你也不应该这样对待别人 你的孩子就是孩子 别人的孩子又不是孩子 因为从始到从我不喜欢的女孩 你不喜欢 这个世界上的人会因为你不喜欢而不存在吗 在中国有很多婆媳之间相处的并不好 但会有很多懂事的婆婆 她即便看不惯看不上这个儿媳 也会看在儿子的面子上 不会去惹是生非 毕竟儿子在中间不好做人 一头面对的是生养自己的母亲 一头是陪自己一生的老婆 无论人哪头生气都是自己儿子 在中间为难 然而月月口口声声的说非常爱儿子 但是却从来没有考虑过 爱屋即屋这件事情 从来都是用自己的标准 来要求儿子的女朋友 不管怎么说 归根结底月月就是不喜欢王芳 一直对王芳就存在偏见 在月月的心中 刘崇就是自己的一切 但是当听到刘崇的话之后 月月的心中犹如刀角 你的一切是谁啊 我女朋友 孩子 你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伤心吗 妈白把你养这么大呀 从小到大 你是辜负妈一片苦心的 孩子 妈我现在长大了 我有自己的生活 你妈妈伤心了 妈是怎样把你拉成这么大的 你知道吗 妈容易吗 我没有不要您的意思 我就是想您接受他 你知道吗 大姐 你这个时候心里委屈吧 想到的委屈 那你觉得你在你老公怀里哭好 孩子说完这句话 是当着我心一样 是在你老公怀里哭一下 叔叔呢 还是在你儿子怀里哭一下 叔叔呢 你都不要妈了 这才是合理的家庭关系嘛 你这 这叫合理的家庭关系 你知道吗 此时此刻月月才明白 自己的精神寄托 不应该完全都放在儿子身上 最终排自己到老的 还是自己的丈夫 毕竟自己再怎么疼爱儿子 也不能把儿子留在身边一辈子 毕竟孩子会长大 会有属于自己的家庭 其实只要心平气和地坐下来 以家人多多地沟通 很多的事情也不是那么困难 您觉得这姑娘像您吗 就那劲儿身上的 差不多吧 她怎么那么像您呢 俗话不有这句话吗 娶媳妇随婆婆吗 啊 娶媳妇随婆婆 那您干嘛跟您自己的一个 挺像您的女人较劲呢 在刘崇和王芳的这段感情当中 就是因为月月在其中的参与 才导致了两人的感情出现了破绽 其实最伤心最失落的却是月月 既然那么的疼爱儿子 为什么就不能也爱儿子爱的人呢 如果早想明白了这一点 相信婆媳之间也不会走到这一地步 儿子儿媳也不会 行了啊 回家了啊 当然一个巴掌肯定是拍不响的 在这段糟糕的婆媳关系当中 也并不是只有月月一个人的问题 王芳在其中也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 最终导致了婆媳之间关系的急剧恶化 其实在王芳的内心当中 非常希望得到月月的认可 这样的阿姨 从最初 怎么说 我爸爸妈妈就不在一起 然后我自己也很想有一个完整的家 虽然说他们两个没有离婚 没有怎样 但是对我来说 我的童鑫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创业 我很想有一个完整的家 所以我跟小丑来到了你的家 就是想我们思考一起幸福的时候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的 就是看不上我 我自己也很痛苦 我也想让你认可恶 但是我确实 我断了 我真的努力了 真的 由于自有王芳的爸爸妈妈 就不经常在一起生活 所以王芳非常渴望有一个完整家庭 当来到这个家之后 为了能让月月接受自己 为此王芳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王芳也表示 其实自己也并不是想把刘虫拐走 也并不是自己一个人霸占刘虫 但是事实上确实刘虫跟着她走了 刘虫这一走 月月就感觉自己的天完全塌了 我也知道你很爱她 但是我也很爱她 我希望你能求求我们 不要这样子 我也不想让她痛苦 我这么一生 我相当地恨你 你知道吗你 那天看不见我 你知道我的心里什么滋味吗 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跟她偷偷偷偷偷给你打电话 我心里也不好受 我也想让我们一家四口好生活 但是 但是你不接受我呀 王芳表示自己非常想 如果到这个家庭当中 只要月月同意接受自己 王芳和刘虫就会重新回家 在听过王芳推心致富的一番话之后 月月也是最终接受王芳 但是前提是必须接受自己提出的几个条件 其实父母对子女的要求真的不高 可怜天下父母心 如果孩子们能好好的视身处地的为父母多想想 一切的事情也都迎刃而解了 在节目现场这对婆媳也把两人压在心中 一直没有说出口的话都说了出来 两人都认识到了自己身上的不足之处 最后两人抱在一起放声痛哭 此时刘虫也向母亲承诺 自己绝对不会娶了媳妇忘了老娘 以后两人会一起来孝敬二老 最后在赵川的主持之下 月月最终还是答应了二人的婚事 孩子在父母眼中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所以事事都为孩子着想 恨不得所有事都替孩子承担了 但是父母总有一天会老 总有无能为力的一天 所以说该放手时就放手 希望这一家人今后能够幸福地一直走下去 各位图宝们对这一家人的圆满 你们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图图在评论区等着你们